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秒行教育YouTube频道 我现在继续为大家讲解的就是 DSE English Paper Sample Paper 关于Reading的部分 上次我刚刚讲到一个 关于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的答题技巧 以及它要注意的地方 现在就落到一个Word Meaning Questions 我帮大家选择了大概五条 的问题是关于Word Meaning 我会逐条逐条跟大家讲解一下 而从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么用选择令我们 不单止是做得到这个答案 而且是可以做得快一点 好了 那我们先看看第四条 Find words in lines 1 to 8 which could be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它只要有四个 第一个 A Summary B Appared C Order D Shout 我已经提供了给大家 的了 Summary 其实可以用Recap 来代替 Appared 就可以用Poped Up 来代替 Order 可以用Command 来代替 而Shout 就可以用Yale 来代替 但其实它的问题和答案 在这一部分 其实就不是最重要的 在这里我就想借这一种的题目 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呢 面对一些 叫你翻一个 Word Meaning 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取一个什么的 Approach 那当 每当我们的问题 是问到 Word Meaning 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 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 可以 首先 去看一下有些什么字 可以replace the word given in the question 这个replace the word given in the question into the context 就是说 我们把字 代入去那个 文体里面 看看是否合理 它可不可以 表达同样的意思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这两个字 是互通的 它们两者 是interchangeable 那很可能 这个 就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譬如 在这个例子里面 The boss needs someone to yell at doesn't he 这个在第八行里面 如果我们想知道 yale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就试试 把不同的字 代入去 譬如我们说 The boss needs someone to shout at doesn't he 如果它的意思上 是remain unchanged的话 那即是说 yale和shout 本身 它们应该是 达到相同的意思 所以 它们这个就可以 互相去代替 这样用 那当然 yale和shout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但其实 如果这个skill 在这些特别难的字上面 如果你是用到的话 它的成效就会更加大了 那希望大家 除了做到 在simple paper里面 做到答案之余 都掌握到这个技巧 当它面对 就是问你更深的字的时候 你都能够答到 OK 那之后呢 就去到第七条了 看看一看条问题先 What does it in line 6 refer to? 其实呢 严格来说呢 这条题目呢 就不是很关于word meaning的 而呢 是细分来说呢 是关于referencing的 但是呢 其实都是说 it 代替了些什么字 所以呢 我就将 这个问题 就放在这个位置 讲 那如果大家呢 有 那份paper在手的时候呢 可以检查回 line 6的it呢 其实就应该是 the job assigned 很多时候 其实referencing 这些的题目呢 在初中的时候 大家同学 应该都有接触过的了 但是呢 可能上到高中 或者是DSE的level的时候呢 讲的技巧呢 就更加要清晰了 我们看一看 怎样可以找到it 是代表什么呢 我们看回第六 和第七行 so I decided to get it deliberately wrong and look back to 1947 instead 如果当我们呢 看这个it的时候呢 记住 我们呢 是可以看之前那句 或者是之后那句的 我再重复一次 不一定呢 是讲previous sentence的 刚刚如果那句it之后呢 出现那句呢 都可以的 那就是说 可能 你可以在后面的答案呢 推翻前面那句 it是什么意思的 但是 无论是 啊 怎样都好 这个it呢 一定要很小心地看 我们看一看 那个句子先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sentence tell us what the future is likely to hold for Hong Kong in 2047 那这句句子呢 就是他刚刚之前那句啦 那看到呢 其实他是讲的一些的 job duty 和一些的 task呢 有个boss assigned给他做的 所以呢 我们的答案呢 就可以写是 the job assigned 但是呢 无论是前后 前面的句子 给了提示我们 还是后面的句子 给了提示我们 都好 我们一定要用这个nearest sentence nearest sentence nearest sentence呢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呢 有些学生呢 就会 啊 想稳定点 不是啦 我们呢 由 it呢 由他第一段 他那个学行 第一行开始呢 就开始看一下他的意思了 但有时候呢 其实呢 这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呢 throughout一段paragraph里面 it呢 他开始的意思 跟他后期的it呢 已经是更替了 已经是不同的了 如果我们呢 还用回一开始的it 意思来答问题的话呢 就应该会 错的机会呢 就比较大了 所以稳定起见 一定一定 要用nearest sentence的meaning 如果呢 前面那句呢 没有出现过 关于it呢 的字呢 那我们才一路一路 向后推 再看回它的meaning 是怎么样解 ok 那这个呢 就是referencing的处理手法了 那大家一定要很清晰知道呢 我们看的时候 应该看哪一句句子啊 呃 这样呢 才会准确点 去找到它的意思的 的 好了 事不宜迟 去到第八条了 find expressions in paragraph 4 and 5 which mean the opposite of these words or phrases 喏 这一道呢 要小心的 它就是说的是opposite 不是说的 只要找那个字的意思 又找它的反义词 一个相反 词相反的意思 喏 那其实这些题目呢 就不是太难的 主要呢 就一定要对一些反义的字 比较敏感 譬如我们看第一条 A look back to 其实呢 可以在文章里找呢 就是shift forward to 那看不看到呢 opposite 它是怎样分化呢 就是一个back 那呢 其实我们在文章里面呢 就可以找到forward 这个字的 那我相信呢 大家back和forward 是不难去辨认到的 但是要小心的字呢 就是你究竟怎样去code 怎样去折录 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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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情况呢 就比较好的 它就告诉你在试卷上面呢 告诉你 这里呢 就要找三个字的 而下面absolutely right 那句呢 就要找一个五个字的phrase 来代替的 那么呢 它给了你 那就固然好了 但是有些情况呢 不给你的时候呢 大家千万呢 一定要选择个phrase出来 尽可能选择个phrase 就是不要突然 shift forward 就没有了个to 这样呢 也可能会失分的 所以稳定起见 看清楚 它究竟怎样斩 才是make sense的 就不要见到一个 字forward 那么就这样写上去呢 就算了 是要quote它一个phrase 好了 刚刚讲完a 那就讲完b absolutely right 绝对正确的相反就是 how wrong can you get 就是说呢 这里也都看到了 right 和wrong 是刚刚成二对比的 那这条呢 它相反呢 就是说 究竟有多错呢 真的太错了 错到我也不知道 究竟程度是多少了 那就是总之呢 就是非常之错了 就是错不到极了 那么呢 在这里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的 那么这个explanation呢 我就提醒大家 这些的字呢 是属于一些antonyms 一个反语词啦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呢 就是譬如 back对forward right对wrong 那希望呢 这里可以 帮到大家呢 就是记住 要quote一个呢 是一个complete 的phrase啦 那才可以拿到 这个fullmark的 好啦 那word meaning的问题呢 就讲到这里 就差不多了 那之后呢 我们就会move on 去讲回long questions的 那么呢 long question 其实通常都不多的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通常问的形式 都不会太tricky的 比较straightforward的 那只是呢 大家都是要小心一些 可能有一些呢 不是你去阴里的位置 但是呢 有时候都会坐在 一些不小心的地方的 好啦 我们看看第六条 name five cities mentioned in the magazine article 那么呢 相信大家一路看的时候呢 大家应该呢 就留意到 有五个城市 就不难找的 那但是呢 最紧要呢 就是一个字 快啦 千万不要逐个逐个字 mike 看一下 究竟哪一个字 是一个city的名字 我们可以呢 呃 留意一下呢 就是它的capital letters 我觉得这个呢 是比较有用的 就是一scan下去的时候 看看有些什么呢 是大街的 那它呢 因为地方名呢 一定是大街的嘛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看的时候呢 就可以省下一些功夫啦 不用看了 逐个逐个字啦 那相信呢 这五个地方的名字呢 就不难的 但是唯一一个呢 比较值得说的位呢 就是 提回大家啦 Singapore呢 就是一个country來的 而不是一个city來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呢 写了这个 Singapore 在这一条呢 就会无分啦 那所以呢 记住 考试的时候呢 可能有时候会紧张啦 呃 填完的答案的时候呢 再看一看清楚的题目啦 那呢 然后呢 然后才再 double check 那答案呢 那便小心使得万言船啦 那这里是说的five cities 就不包 countries的 好了 那 那说完这一条呢 就去到第九条啦 第九条就是 According to paragraph 9 Name three types of business in London and New York which are said to have declined 那那呢 它这里呢 讲到明呢 第九段呢 大家同学呢 就不需要 是不需要呢 看回之前的几段 讲什么的了 完全集中 在看第九段 它不会呢 音你的 如果它讲到明 是according to paragraph 9的话 那 好了 它讲 需要讲three types 那呢 那我现在在这个 Explanation note那里呢 那里呢 就已经 括给大家的了 那些lines 就是说 第一个 Bunday 即是London and New York have lost their part business lost their manufacturing business and became weaker in trading businesses 这里呢 就是第五十六至五十八行的 那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straight forward的问题来的 那一 因为呢 在这短转这三行里面呢 基本上就已经提供了答案了 Port Manufacturing 和一个trading的business的 好了 那呢 就会去到第十四条了 就是说 By 2047 Which creative arts does the writer predict will thrive in Hong Kong 那这一道呢 就在八十二至八十七行呢 就有了的了 I think our film industry will survive This town will be the publication center of Asia Asia will be the first place Asian artists would want their paintings shown That even in music it will make a name for itself 那 他一道呢 就提及了几种的 第一种就是 Film industry 啦 第二种呢 就是一个publication 啦 第三种呢 就是一个paintings 那这条问题呢 就不难的 但是呢 要留意的就是 有些同学呢 不知道要答完四个 他见到呢 两分啦 就以为答两个就OK啦 但其实呢 在marking scheme里面呢 一定要答完四个 才可以得到满分的 那所以呢 其实呢 考工开始呢 稳阵起见 除非他跟你说 像刚才那条那样 跟你说 要说三个答案啦 你最好呢 都是写完 有那么多个 就写回那么多个 写回四个呢 那就最稳阵啦 好啦 第十五条 According to paragraph 14 What are the three things required for creative achievements? 那这一道呢 其实 相信大家做的时候呢 就不难找到 这三个的 Talent Tolerance 和Wealth 但是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 这三个呢 一定是要用Noun的 因为呢 在文章呢 有时候呢 他们又用 Tolerant T-O-L-E-R-A-N-T 一个adjective的form 有时候呢 他又会说 Wealthy Prosperous 那如果呢 很心急的同学呢 就是一抄抄抄了下去 抄了Prosperous 啊 Wealthy 这样呢 就会扣分啦 一定 当他问你3 things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转做 Now 然后才去答的 那而怎样找这三个答案呢 就是 其实在 89 92 和95行里面 可以看到的 In line 98 The writer mentions that You need unfettered talent in the creative arts in the creative arts and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heres 那 Unfettered呢 就是解不局限的 其实就是说 不受限制 好自由 这样的意思 那 然后呢 在line 92 It is mentioned that Bangkok could be in contention because of the tolerance that characterise Thai society 那就说到 这个tolerance 这个包容的特征啦 In line 95 It is also mentioned that prosperity is required 那 这里呢 就说到一个繁荣的国家 它是 嗯 它一繁星呢 是这个creative art的development呢 是一个必须的条件来的 那 那这三个呢 很明显大家都应该找到的了 好了 到最后一个部分了 就是关于others 在这里呢 除了这些 就是刚才说过的long question啦 word meaning啦 一些的long questions之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format的 譬如一些table form啦 就好像第17条那样 What are the areas of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the following cities or countries if they want to develop into centers for creative arts 那 那我就做了个table给大家啦 area of strength呢 在Bangkok来说就是tolerance啦 Tokyo就是prosperous the area of weakness呢 在Bangkok就是not wealthy enough 那在Tokyo就没有提过啦 新加坡呢就是not tolerant enough 或者是too feathered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如果是一些任何的grammar的小小的错啦 或者是一些structure的错呢 是不会扣分的 不会扣分的 但是要看什么呢 就是通常呢 这些table form呢 它比你的位置呢 都是很少的 它要求你呢 不一定一定要是full sentence的 譬如not wealthy enough 只是一个短的phrase啦 而prosperous呢 这些呢 只是一个的adjective啦 或者是now tolerance呢 是一个now 它在这里呢 就没有那么严谨的 你只要呢 讲到那个keyword呢 就可以了 那么呢 所以最重要就是 大家千万呢 就不需要说 呃...担心 死啦 我没有抄到它哪一句句子出来 哦 会不会错呢 其实就不会的 它只要呢 identify 到你的keywords呢 它就会给你了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都是一个c和一个p啦 就是一个concise 和一个precise manner 就是说 用一个精确简结的方式呢 去写出来呢 那自然而呢 就应该没问题的啦 好了 那讲了这么久啦 那大概呢 在这个 sample paper part a compulsory part 的题目呢 就大致上 和大家讲解过啦 那剩下呢 可能会有一两条呢 我没有提及过的呢 就是 应该是一些比较是... 呃... 推理呢 就应该做到的问题来的 可能是一些bubble的问题啦 是一个grammar form的问题啦 那... 在b2和b1的题目呢 我都会再提及到一类的问题的 那...呃... 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a 这个part的题目呢 是这么重要呢 就是因为... 呃... compulsory part 其实是一个 拿分的题目来的 它去到b1和b2 它的难度呢 虽然b2是难一些 b1是容易一些 但其实它整体来说 b part呢 都是比较难的 那...希望大家呢 在a part呢 可以用一个快 而准呢 的... 态度呢 去拿到分的话呢 那...之后呢 做的时候呢 也都会得心应手一些啦 那...希望呢 我讲的分享呢 就帮到大家啦 在这儿的节目 那儿都是 这儿呢 我 我